我是港女 我都是港女 每個人都說自己是港女 港女應該要舉給甚麼條件 就是甚麼都敢說 吞吞吐吐怕怕醜 就不是港女 沒錯 就是說男人聽不懂 女人有共鳴的事 那就是港女 我是港女 有我Yanis 有我高妹 每個月隔星期五 就會和大家一起 廣東廣西 哈哈哈哈 你們在聽的是234頻道 我是鄭經基 而我做的事就是 消防員 我去努力 我來酬 我下床 我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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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 我來理解 但是我去努力 小智如果我給你形容一下西藏大概概括,你覺得西藏是一個什麼地方,你去玩了這麼久 我想西藏是一個不像中國的地方,很多人有一個感覺就是西藏會不會很神聖 因為他們拍照後有拜神,很多佛像 我想西藏對我來說最大的目的,我會介紹給別人的目的就是 第一,它的自然風景是不可行的,因為沒有什麼破壞,沒有什麼開發 其次就是,你可以透過觀察藏族人,去了解到原來這個世界,可能在香港買房子賺錢是我們最神聖 願意用一條命去做,但是西藏人有一個說話就是西藏人天生就是佛教徒 他們會用盡他們每一年一世,就是為了去拜佛 而這件事,我想對香港人一個文化的衝擊會比較大 我覺得,我是善於觀察,我覺得這方面會比較吸引人 但是,有些論調,可能問Steven他們都會覺得是 你剛去到拉薩士,有沒有覺得很失望,很誠實化 很誠實化 是不是覺得很失望? 對,沒有什麼失望 我第一天見到這女兒,真棒 那女兒真的蠻漂亮 很多人會覺得不應該開發這個地方,覺得很失望 這方面其實,我就會有一個相反的意見 因為全世界其實都有進步 我經常問一句說話,我們在香港,熱的時候盡情開冷氣去感受 我們憑什麼有資格去要求,他還要燒牛份 所以為了我們想感受一些最延遲的東西,就要別人影響他平成不前 可能是說那個開發,你不要又和深圳那條街 因為它有一些很一式一樣的街,就是那些暴行街 那些暴行街和深圳那些暴行街是不一樣的 那他如果發展,不是不發展 我覺得是要發展的 但可不可以發展一些西藏的東西,去發展他們的東西 這個節目,我想我之後都會出來聽 因為你這樣說,其實不止是西藏的 全中國都失望緊張的問題 在中共的統治之下,其實他就要易於管理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在怎樣去發展,是有需要的相確 但你看到那裡其實比較先進發達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為當地的人去欣慰 而不是去說,那裡已經完全不是落後最原始的地方 我就失望 我會覺得對有些人用這樣的想法去想 這件事我覺得有些不一樣 但我入對拉薩,我最大的感覺 除了Steven那條女兒之外,你還記住那條女兒 拜神那條女兒 拜神那條女兒 因為他真的是警察、特警、軍隊、秘密警察 真的多到你覺得是極度安全 沒辦法,這個小個屋子 他真的多到,就算在天台也很多人看著你 他們全部都在天台看著你 多到不得理的安全到… 他們經常被查證,真的很煩 對,幾步有查證 你們不算煩,他們對你們很有禮貌 有禮貌 專門的,有教過 還有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全中國陸軍有四十多萬 中間有二十三萬或二十八萬 其實集中在西藏和新疆 而西藏很多人 因為他就是去壓制分離主義 對,就是撞毒 以前讀新聞的時候,教授說過 在西藏世界屋子 其實西藏設了很多導彈 因為他最高的地方 設了很多導彈在那裡 所以他們很體重西藏這個地方 當然他也要控制的地方 他當然不可以被分離 很重要的 大統一很重要的 所有事情都 他說的,我不肯定 他說那裡有很多導彈 已經設在那裡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你說二十多二十年前就可能會 現在西藏 你當然是珠峰的位置 即是高的位置 你設不到導彈 我不知道 因為你有彈度 很久的 我那個已經是很久的 而且你覆蓋不到自己 上面一個人造衛星 真是送你飛 我覺得機會不大 我想其實要針對西藏這個話題 其實它橫跨了太多邊境線 而且很多人覺得 你看過地圖,西藏省也不是很大 但你有沒有考慮過 雲南省、四川省、甘肅省、新疆省 裡面有很多藏區 甚至去到尼泊爾和印度都有 你試試把這些藏區連在一起 你試試給西藏統一 它是故意打散的 它沒有了你半個中國 因為我聽過一個故事 還有西藏賺錢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不是旅遊業 西藏有很多稀土 現在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稀土 出口國 因為蒙古就被掘爛了 而最多的含量就是西藏 因為我聽過一個不是故事 一個報導 在西藏裡面有一條村 我忘記一個名字了 如果你走過海洛 你會看到那條村 那個村裡有很多老人家 很多老婆和老伯 為什麼故意整條村 因為西藏人 本土的藏人 孝順 他搬了別人的父母 過去的隔壁地方 等兒子也要過去 那些子女 想在西藏裡面有些事情 有些勇武抗爭 不行了 父母去那麼遠 我要照顧 他們都搬走了過去 所以那個分離主義 就是分分離主義 一你想分離我 我就把你全家分離 這個我沒有聽過 先考慮一下 海洛溝其實是四川的 是走上去的 我想我理解你在說什麼 不如說一些不太沉重的問題 好 你們猜一下 整個西藏有多少個活佛 活佛 活佛 會不會再提出你的問題 我待會再說 我想有八至二百個 不止 不止 你猜到一半 而他們很有趣 很多人都集中在拉撒 八至二百個在拉撒 原因是什麼呢 我剛才也說過他們 他們的宗教是他們的命 活佛是他們很神聖的 有沒有聽過以前的一句說話 叫協天子以令主侯 當很多不同寺廟的活佛 都被人好好的款待在拉撒 當然 他們在他們自己的地方 要顧及他們的活佛安全 變成他們有的反抗的力度 或者想法都會小了很多 那當然 這些其實不夠共產黨玩的 這些招枝層出不窮 很懂得觸心 我想一個想法 我們不可以輕視共產黨這個對手 但是另外一件事 其實我們都可以這樣說 沒有必要將它神化 那倒是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一句說話就是 真理必勝 如果你沒有這個心態 你很難會去做到一些很Miracle的事 我又不是那個眾人要做Miracle 一定要做英雄 但是我只是相信 有些事情都要有人去做 這是一個做人的公民責任 或者我做旅遊的一個agent的責任 而這件事 可能未必在我有身之年見得到 但是 只要有人認同你的理念 繼續有人做下去 總有一天會贏 所以 黃人大一的說話 我經常都覺得很有趣 但是又很真的 民主一定會贏的 看看什麼時候會贏 你會這麼害怕 不過未必在這裡 等於我在西藏做旅遊 我自問這樣說 其實我不敢改變了那裡的旅遊業 但是我肯定對它已經有一大定情度的衝擊 當你見到有其他的客人 拿著你的行程 問你價格 他不知道那行程是你做的 你就會知道其實正在改變 而且以前在西藏玩 外國人是很貴的 同一個行程 可能你香港人收到六千元 外國人收到一萬二三元 但是現在他們不敢猖狂 現在他們只是收到七八千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段時間 很多外國人找我 因為我做爛了一件事 他們在罵我做爛了一件事 但是我只是覺得 我們去到南美 別人見到我們是Chinese 我都不想說Chinese 但說了這麼厲害 會劫我們 這其實是一個文化 我只是覺得 我提供的Service 既然都是一樣 我賺的錢都是一樣 他們沒有辦法 他們沒有得貴 沒有人用 所以我某程度上 在改變他們的行程 但你現在也是做外國人 你也是做的 我是做香港 台灣 澳門 和外國 是有某地區的人 你會不會跟足他們行的? 只是做安排 我不會的 我想我只是做安排 如果我跟足就不得了 哪有這麼多時間 一個月就進去珠峰十次 但如果你做外國人 真的會停不了 也不會的 我自己會有我相熟的司機 他們敷了我就不做 因為我控制不到Quality 就等於我以前做西藏家 尼泊爾 但我發現尼泊爾 是無法管理的 那我就不做 為什麼呢 因為尼泊爾有很多 你是直接找司機 還是找旅行社 直接找司機 他給你的電話 和你溝通的 是你們開車的 是 那你就很幸運 網上有些司機 可能叫什麼 扎西 扎西 有很多 你找他 我那件隔壯 隔壯 不是 他是司機 他會告訴你 沒有問題 接著回來 他就會告訴你 他的車子有問題 他媽媽生孩子 他老婆要結婚 不同理由 我介紹我表弟給你 很多都是這樣的 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他們中間賺差價 一樣道理 你給1200元一日 他找司機 那些狀人已經疲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 你這樣做 等於你殺鴨 殺雞取卵 對 殺鴨金蛋 我覺得 你不會長久 不會的 人性就是這樣 如果我不殺 取卵 就讓你殺 不如我殺 我也是這樣想的 我不是這樣想 我有生活到 那就是 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看法 我有問題 如果我現在 一條新孩子 我想去西藏 如果我沒有計劃 我簡直完全不熟 你只是為了吃旅 一般來說 去玩幾天 為之是OK的 如果你說要去西藏玩 我覺得 我至少都希望有9至10天 去一個短線 但有些時候 就不會只為了做生意 例如 其實我每一年之前 在香港也會有開分享會 但今年 不論是政治上 或是國人上 我沒有開 也覺得應該是時候休息一下 但我記得 我前年認識了一個年輕人 他就是學生 上去三個月 單拖 我跟他說 喂,這樣嗎? 你不要跟我團 你也不要人跟我團 浪費錢 我教你怎樣玩 要因應你想去的月份 和時間長短 去給予意見 而我經常都有一個信念 我只要是憑著我的經驗 給你一個最好的意見 就算你今天不報我的服務 我是贏到你的信任 將來你也要介紹很多人 等於Steven 他也不是我團 不是 他不認識你 他現在在網上 第一次 他不斷介紹別人給我 但他去又不找你 他不認識我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是他會見到我 在網上回答其他人的時候 我說的東西是比較忠肯 實在 我覺得一樣的態度 如果你說你一個新孩子要來 你要思考自己 你想看什麼 即是說我是一個打工仔 我最多只有10日假 那你告訴你月份 我就告訴你 那段時間其實有什麼看 給你一個行程 你拿了一個行程 再去不同科林找人 找人的時候設計 找一些自己適合玩 溝通得到的人 然後才出發 剛才你說的小孩要去三個月 你怎樣建議他 那小孩要去三個月 我就建議他 千萬不要多找一個人 你自己單拖來就好 你住多人間 即是一個dominated room 然後你又會認識一群人 甚至乎那時候 你不需要用電話 尤其是時間 你見到哪些人適合玩 路線反而已經不重要 人是適合玩的 去哪些人都好玩 你再去當地找車 你說中共找你找車 我說你去當地找車 其實你會覺得我貴 因為我想我怎樣也要賺錢 你去到可以直接找一個司機 你不需要給我賺錢 那可能會被人找笨實 找笨實也是一個經驗 人是要找不同的經驗 但如果你說你正在工作 你一年只有這個場價 你已經沒有成本很高 沒有成本的經驗 那我才需要用我 我覺得你這個時候 一個壞的經驗成本在一起 像你們這樣回來 一齊比司機少 都某程度上很開心 都是 我現在最記得就是 那人不介意司機 大家可以聽說 我未結婚之前 那些住多人間 每晚睡不同的女兒 真的很開心 所以如果你是U-Grad 一定要來玩 我去西藏目的其實是一樣 很可惜 但不可以成本是一隻 一定要單拖 那不夠女生 我老婆也是在西藏認識的 喔OK 香港人來的? 不是武漢人 不過她寫繁體字 講廣東話 反共 嘩 這麼有趣 大膽 她認識我之前已經是 她在哪裡住 她現在在西藏 她在拉塞 我過一天回去 OK 我們休息一會 一會兒 新一年我誤出了一個道理 是什麼 就是 原來那些人說得對 看女兒呢 隨著年齡不同 是你看的部位會不同 那你現在看什麼部位呢 年輕的時候你會看樣子 我現在呢 到老了我開始看腿 看腿? 我對看腿現在都開始有研究 不如這樣吧 今晚上來我家 一起看腿 我老婆都不在 這麼正 這麼過癮 對啊 腿呢 腿有在 又說有女兒 又說有女兒 不是有腿看 有腿看 真的有腿看 你先等一會 不要這麼心急 等我一會 這兩條腿是不是很正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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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乾火腿 西班牙風乾火腿 你哪裡壞 西班牙759 有759 有不同的月份 不同的尺寸都有 現在你想想 你還會出去吃幾片 當然是整條買回來自己跑 還跑當然是咬 你也可以咬 新的一年當然要 去759買腿 招呼整班女兒 大家好 我是劉翁 劉家雄 你們聽的是234 Channel 現在香港的網台 百發齊放 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主流媒體 無論是電視 報紙 就算是電台 都沒有什麼好聽 多一個網台 就是多一份聲音 所以請大家支持234 好 不如說說說扣女 你真是說得很吸引 扣女的那些 Steven 我有些東西想益一下聽眾 我手頭上 手頭上 手頭上 有幾個女兒想單拖去 叫我幫她找盤 如果你們有興趣 可以聯絡一下我 我幫你們答一答 直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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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了 直揚 畢業了 四個月 洗一洗自己的心靈 就回來了 你叫她吃飯 都要求契弟 怎麼會一個人去 Steven 作為一個男人 我要換一個音調 不要這麼認真跟你說 如果你真的這樣想 我不是看不起你 我看不起你 去旅行 還吃港女 是不是傻了 是不是HIGHLAND大了 對不對 你去到那裡 你去到那裡 去旅行 當然想被人服務 你還要服務 港女 這些不用負責任 帶著去 我八卦 西藏的女生 會不會是 好相遇一點 弄清楚一個概念 藏族的女生 你真的鬥都不要鬥 我可以說一個蝕竹 我在那裡認識了一個人 他就是藏人的男生 他也是那些混淆無數 結果他有一次混淆了一個 藏族女生 喝了酒帶回家 當他想吃下去的時候 那股酥油味 是沒有洗過糧 沒有洗過糧 洗過糧應該差不多 因為他噴了香水 但當你去到頸邊 你直接控制它 因為他們是 從小到大吃的飲食習慣 那股酥油味 他在西藏住了很多年 他馬上出去咬 幸好就是他喝大了 你是有一體不能吃的 我反對 你這個意見 我有團友 某人試過 OK的 他是不是被塞 我只是在他旁邊 但可能不是正宗 說自己撞 可能不是正宗 他是有點味 但他又不知道 不是的 即是當你要 車下去 或者你要成 相信我 即是本身就沒有問題 因為你這個東西出街 我很多話不能說 我老婆可能會聽 即是本身就沒有問題 即是女孩子沒有問題 即是他不會有手尾 你砌了我 會有的 例如他們會比較傳統 而且很多時候是部落形式 他們家長的 會追求得很厲害 所以在那裏 有些地方叫做 所謂成人行業 你以為西藏 那些傻 以前適合他們 開放這個行業的時候 有很多藏族人 在上面有兇殺案 因為女兒被人帶進去 所以現在很少都是四串 而我針對大家 去見識旅遊 找個盤 都是大家一起去西藏旅遊的人 旅遊的人 可能是台灣人 不行 我們那次遇到台灣 全線 老一點 歐肥又成 你不認識我 哈哈哈哈 所以出去不要亂吃東西 尤其是宗教狂義的國家 不要亂來 很多例子都上身了 有沒有聽過林芝 林芝有條村是會落湖的 鋼頭那些 嘩好恐怖 林芝就是西藏的其中一個地方 是啊 林芝是南部 是東面 近四川 近四川 旅遊會不會去到那裏 不會的 你放心 林芝會去很多人 但是那個地方 你們不會去到 但是真的 你自己有沒有去過 我有去過 不過幸好我不夠英俊 因為他們會相信 沒錯沒有去 如果一個人 長得很漂亮 很標誌 你去的話 我都可以告訴你 你比我更加放心 哈哈哈哈 因為那裏是 他們會覺得 例如長得標誌 市正 高達或是有錢 就代表他有運氣 他們會有些藥 無色無味 會有一種藥 毒 被你喝了之後 就會把你的運氣 相信這樣轉移過來 其實你說這樣喝了會怎樣呢 是有人因為這樣 癱瘩了 死了 而為什麼我這麼肯定有呢 因為當地的立法機關 其實他們是由立案 和杜絕 他們用的藥 那是古藥 哦 毒藥 因為古藥是一些細菌 其實古藥有很多種 因為都是南洋的 可能會有很多毒物 有些是鬥 鬥生鬥死 還有一些陰的環境 都會當作毒藥 通常在山林多 都會有這些 那些女人是拿下面養的 蛤 有些是這樣說的 我只可以說 如果你說 鋼頭是一個迷信的話 古藥是一個很科學的東西 是啊 它是煉製出來的 厲害 想不到我們 小子興 連古藥都搞得好 我搞不定 我就知道 是不是現在 連他們上一次去完 又說 那個 寺 糟了 你說 布達拉公 布達拉公 好像不開放 是不是會不開放 不對外開放 我沒有聽過 但現在開放的地方 已經是非常少 少到不得了 只有一條路 你以前去的時候 是否看的地方 還是已經少 其實都是少 都是少的 正常都 裡面太多東西 是很政治敏感 因為你知道 布達拉公 其實它本身是什麼 它就是 達拉拉媽 當年 因為其實 是權力機構 權力機構 其實是政府總部 OK 裡面有很多 很症狀式 很象徵式意義的東西 因為我去西藏之前 我看過很多書 我看過一個英文書 那時候 那本書是一九八幾年 鬼佬和鬼婆 進去布達拉公 他們真的當失了路 那時候是全開放的 整個布達拉公 你買門票進去 任你走 怎樣走都可以 他是當失了路 他當失了路 是害怕到不得了 真的不懂得出來 找不到路 他害怕到不得了 因為大到很大 整個山那麼大 整個山那麼大 所以現在是不同的 很旅遊化的 很多景點 騙錢 我買了一串東西 你都知道 我回來也覺得是騙錢 沒辦法 你怎麼買 因為我不喜歡這些 買的時候 又不說 買完就說人家騙錢 他買都不是為了一串 是為了買給你那個人 那個女兒 你那串在布達拉公買的 阿小姐 我沒有比試 我看完之後 不喜歡就好 我經常覺得你回來騙 我為什麼看不起你 就是 我只是覺得你不騙就OK 沒有所謂 你覺得是值得的 你現在騙了 只會令自己不開心 現在 什麼人去西藏 台灣很多人有興趣去 都很多 甚至乎 我知道有些 台灣有些 因為台灣是 除了西藏之外 最多人相信 藏傳佛教的一個國家 是 不好意思 是用國家來迎台灣 但其實他們的創存佛教 有某程度上 台灣和香港都是 我覺得是 因為大家可能不知道 宗教是一門非常大的生意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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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做了很多的團 我看到一團三百多人 是很賺錢的 嘩 有些團不看風景 我看到有些 正宗的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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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都是這樣 我沒有做這些團 因為第一 我不是相信 當全佛教的人 但是為了錢 你怎麼搞搞他 不會 搞我搞 我們搞 通常你不懂得搞 對 你不是很普通的 不是很容易搞到 你中間有很多牽涉 正如你說天壯台 你們看不到 我會告訴你 我認識一些人 知道天壯師 可以給他錢 在你面前天壯一次給你看 我們自己做 我跟Steven說 今天你劏我 明天我劏他 天壯是很多的 只不過是否給你入 以前是給入的 但 實際上太多有文化的遊客 日頭 都要落了Fash去拍 令到那些鷹人害怕 不夠膽下來進行天壯 你進行不到 是很驟忌的 你想看過 其實現在也看到 是不是很噁心 真的 是的 當然 但我想這件事 不是為了你感受血腥 它不是你想像血腥 是一個儀式 但是你要了解一個民族 他們為什麼會用這個儀式 以及不同地方的葬禮 會受到他們的地理環境 很多東西去影響 因為中國南部 我們適合入土淮安 因為我們的土地有多細菌 可以添化得到 而他們的確不會敷乾 因為放在這裡會有瘟疫 是 其實你聽到西雙那邊 其實他們的棺材很差 因為他們都會比較乾 以及他們的環境 你說在林芝也好 即西藏裡面有一個地方 林芝就源於阿魯狀暴乾 有條河在那裡 他們就不用水狀 甚至有一個地方 他們會用樹狀 把屍體一個一個 掉在樹上風乾 是有很多這些 但是普遍的藏族人 他們相信 用天藏 我又說一句話給大家知道 話說我在西藏住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做旅遊 在色拉子外面 看到一對廣州男女 那女生就很客氣地問 我們有兩天去哪裡玩 我建議他 不如你去 晚上你去得中那個浸溫泉 然後第二天早上 你就可以去植公帝子 走到後面 那個天藏台 你去看到天藏 之後就回來 兩天就好 他老公就很不客氣 他說 都不知道是否 天藏你說看就看 我心想 其實有人有質疑不出奇 因為我認識到 當地一個電台DJ 他都以為是 喇嘛才會有天藏 很多人又不解釋我 有很多香港旅遊書都說不能看 我待會再說原因 我先說好 但我覺得 那一刻我很不覺 又是你問我 你問完我就不尊重 我選擇了一個比較幽默的方法 就說 你們是廣州來的 不知道廣州有沒有殯儀館 然後他們說 有 你在殯儀館見到人出殯 有多麼出奇 其實大部份的藏族人 都是天藏 除了藏歷年初八、十八、二十八 還有星期日之外 其他時候也有天藏 正如困館一樣 隨時隨地 對 剛才你問 現在為何這麼多人不建議 其實在藏族人 很有趣 天藏台一般來說是山上的 都是一間寺廟的後面 我稍後會說 其實是有例外的 但絕大部份都是 當你在寺廟外面 做完某些儀式之後 他們走過去,中間叫天門 所有的直系親屬都行人止捕 因為他們不希望 往生者對他們的親屬或外的人 有太多的留戀 所以他們在後面有些村民 但他們有一句說法 就是 越多陌生不認識的人去 越多群眾去 對他們的bracing 越大 那些鷹吃了他們 他們說了一個方法 我就沒有辦法引證 但我也覺得是 因為你住西藏住了久 狗的屍體 狼的屍體 牛的屍體 你什麼屍體都會見到 在路上 你是不會見到徳鷹的屍體 因為他們說 徳鷹在自己死之前 他會感覺到自己的大限章子 會不斷向上升 直至在大氣層那裡 這麼厲害 阿媽加頓 你很帥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不太科學 但我又說服不了自己 因為我真的沒有見過 徳鷹的屍體 所以我姑且地說 我不知道是否相信 但他們相信 徳鷹會將 他吃了的東西 帶到他去天 所以其實 根據這個 就是最傳統的狀況 告訴我 如果是這樣 其實他本來是 歡迎所有人去 但我還是說一句 例如 會映坊出殯 張國榮出殯 郭鷹出殯 郭鷹出殯 他都想 他喜歡他的歌迷 或者支持他的人 可以陪他在最後一程 越多人 不會有什麼 但是 我想他不會期望 你進去拍照 等等 現在官方也不給了 原因是在於 太多人進去被困難 我也是 但現在你問我的團友 如果你是想 當他有景點感 我不會幫你安排 但如果你覺得 你很想了解他的感受 你同意 你同意把你所有 鏡頭類的東西 放在車上 我會告訴你 你怎樣去 你走到進去 大不了他會趕你 但是 現在十個團裏 有三四個團 他們都會比較 有緣分 他們都會進去看 別人如果說不行 你就要離開 對 因為始終 為什麼別人不讓你看 就是我們破壞別人 規矩在先 因為人家天壯的時候 去打卡 真的比較鬧窠 我會告訴你 如果你進去打卡 那些藏族人不打你 我也是第一個打夠你 如果你是很恐怖的話 我看最多的旅行書 都是說 不可以看的 真的會打你 我覺得贊成 即使那本書去介紹 你們不要看 我也覺得贊成 你們太多人 我根本很難控制 每一個人的行為 除非你 我最難做的事情 很多人都會覺得 其實不是 只不過是 我覺得我做的西藏旅行 是希望給別人 人家說要在十日八日裡面 要完全了解西藏人的行為 我會說 你浪費了 我在那麽多年 有些人會怎樣形容我 是西藏大人 我全部都說不好 你不要用西藏大人 你會說 香港人在拉薩 西藏就好了 因為我不是撞做人 始終有很多他們的想法 我只會覺得很刺激 我會比較知道 都不是了解 但我只會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嘗試去瞭解 或者去思考一些問題 沒有東西是讓你看到 他最傳統的事情 來得衝擊大陸 所以我經常都會這樣強調 但我又這樣說 他們告訴我 他們是想去瞭解 不是出於好奇 不只是想去當景點 而他的心裡是這樣想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可以盡上我的本分 就是不可以給他帶 不是上機 是有鏡頭的東西 都不行 他們願意的 他們就去 他們看不看得到 對他們有沒有思考 這個是我理性意願 但他們會怎樣 你聘過這麼多團 有沒有最後團去完 回來之後 或者去到機場的時候 又扮回你 亂來搞 安排又不好 多不多這些無理的事情 或者一些鵝鵝鵝 多的 很多 要嘈吵什麼 最主要 有兩個 說一件事 讓香港人開心 大部份香港人做的團 99%都非常滿意 相反是台灣人 大家都覺得很好 但其實有兩個 都幾經典的例子 甚至會影響到我以後的大團 都是一個好的經驗 其中一個團 很有趣的 話說他們是一個台灣的旅遊記者 想去西藏 問我 如果你是去我便報價 他們就去阿里南線 加上轉山 他們就報了價 然後呢 他們就說來 其實已經報價了 7個人多少錢 因為他們要導遊 所以是7個人起調 多少個人 我就告訴他們 正如做團 我告訴你 在我們做旅行社的角度 你人越多 找車越大 坐越多人 賺的錢越多 因為我找的9人車 這個數不是對的 油費也是一樣的 一萬 你坐到7個人 但可能我找一輛車 14座的 都是13000元 但那輛車坐了10個人 但我不會便宜那麼多 我不是便宜多 但我不喜歡 因為人多 不要說剛剛玩 人多就是口雜 一個去東一個去西 你怎麼搞 但他們那一團 純粹說為了要便宜 所以就 堅持很多人 我覺得這個是他們的選擇 我提一提過 都無所謂 但很搞笑的是 他們已經付了訂金 然後問我 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我說不行 我剛才跟你說過 有一個人說 幫我寫好評 但希望我便宜給他 我都說不行 我都說不行 就是這團 後來發生什麼事 來到之後 其實他們有一個團友 說他們要轉生 我幫他們安排 我說 因為這團團太多人 所以最好找兩個背夫 幫你背後 因為有些人有行山經驗 有些人沒有 還有西藏的天氣 你會知道 日頭和夜晚變化很大 尤其你要去到阿里那邊的 關人波齊 是很大的變化 那團團差點死人 所以我提醒他們 你們一定要跟蹤 如果走得快 程度高的人 你不能離太遠 那尺度是什麼 你在前面會看到 最後面的人 不是怎樣 因為我是阿里的團團 簡單來說 有些包住宿 包用車的 他們的門票 我都說全部不包 除了 因為他們上珠峰 如果有導遊 導遊都會給門票 我覺得他們的客人 沒有理由他們給導遊門票 我便在電郵裡寫 寫著導遊門票 我包 那件事是什麼呢 當每一團來到拉薩辣 我都會跟他們 做一個簡單規定 你每天會帶他們去什麼地方 多久去車程 轉山那兩天 我便說 我建議大家 最前面的人 一定要看到最後面 去到哪裏便會停 每個人都最好拿個登山像 讓你安全 你會很累 你便沒有帶 會有導遊帶 會有導遊帶 甚至乎當時 我車裡的司機 都說他想轉山 想和我們一起走的 是願意的 但是 我說的時候 他們已經不聽 甚至乎有一個人說 我台灣是登山隊 不用帶登山像 我叫他們帶 有一個人說 登山隊說不用帶 結果全部沒有帶 他們已經有很多問題 上到珠峰 有一個人就說 不是 我看你的電郵是鬥好的 就是以為我們想到門票 知道我想到門票 不包你 我就是說 除了導遊的門票之外 他這樣跟我導遊說 不是 他說我們想到門票包 然後我已經知道他們 麻差反 我說不要去 不要玩 你們全部下來 我們去旅行 然後他們知道 他們在這裡騙不到 已經不滿 但他們說不會 不要緊 到轉山那裡 他們在中間很多時候 吃飯 就懷疑別人騙他錢 其實明明吃十幾十元一餐 住宿都是他們自己找的 他們自己給的 即是他們無限方面想 便宜便便宜 結果是什麼呢 他們去到轉山的時候 我的司機真的生氣 不想帶 因為司機就是沒有 他沒有必要跟你走山 那位司機是我好多年了 他就跟我說 阿鍾兒 我不舒服 我走不了 我理解的 但是我記得 我答應了他 說我有司機要陪你走 但是我 司機是沒有這麼責任的 所以我即場 我自己多付錢 我即場找到一個背夫給他 我就說 你自己請兩個背夫 這個背夫我運給你 他一個人最多是兩個人 還要每個限定的élite 結果他把四個人的背夫給他 就是多付一百元的背夫 他為了肯賺 但當背夫要揹那麼多行李的時候 他便會走 他便會老年走得很快 變相是怎樣 我叫他們停那個地點 他們不停 繼續走上去 走得快的人沒問題 但是後面上去的人 已經過了那個時間 開始大風雪 找不到路 失溫 冰天雪地 結果下來 說安排得不好 幸好我全部講的東西 我有錄音 然後這個故事還未完 中間有一個人 要求每天都要去大醫院洗傷口 原因是什麼呢 我叫他買葡萄糖粉 沖水喝 他們說不行 要買葡萄糖瓶 都不要緊 有一個人 說行山 登山的經驗 就說拿手 可以用手刀砍開 他砍得開 但他愚蠢 再忘記了回手 那一刻戒爆了自己的手 我每天找親手給他洗傷口 他都不肯去大醫院 誰知道你安不安全 我覺得沒有了 要是你回來拉薩 他們又不行 因為有些團友要在尼泊爾走 剛好他們那天去尼泊爾走 那一天 全部中間的邊境都封了 原因是那天 就是我想說 但挑起自焚那一天 結果他們求了他 中理說弄了我們邊境走 為什麼現在被封了 我說這個是特別的情況 不過我都了解 剛好那天是星期日 我還要幫人安排 那天我還要幫人安排 在拉薩裏面的人 其他團團 全部住宿不給住 要找外面的地方住 我都說 不要緊 如果你多出來住宿用餐 我們就給錢 他告訴我 一元都沒有 我跟我的朋友說 不要緊 你幫我每人給 我忘記了 他們有七人要走 好像每人給了 一千元 叫他們先電視 我先給他 然後 我說 如果你每天多出來的食宿用餐 吃飯我補一百元 住我補一百五十元 這要夠你四天 但你用完之後 你會退給我 當然不退 結果當天他們離開 他告訴我這錢 吃完 我覺得很不講道理 你知道他怎樣嗎 那裏是女生 他是女生 他把導遊推到地下 然後自己衝到尼佩爾 是嗎 嘩 即是台灣人 對 這些是台灣人 拿他去打把 另一個故事更有趣 那團是人多 為了省錢 他們來到 我不敢說 是我責任 給大家分析 但有變動是真的 他們本身訂了A酒店 是不錯的 但那一年 整個西藏整路 整路又不會有 再提出 整路情況會怎樣呢 在你的 住宿外面的路 我想隔 半撕到 一撕到 就會有一個洞 那洞是一條河 深兩米的 不是河 下面是爛路 即是崛路 但是一條 軟著這條路 我想每個人拿著行李 你走那裡 如果有一個失平行李 就掉下去 他們出發那天才有 他們在城都沒有大陸電話 結果我 問不回其他住宿 就替他們換了另一間住宿 他們來的時候 我都說我會補充價給他們 而且我都覺得 有一些對他們不住 所以我就會說 這關你的事 這條路又不是你挖的 因為我 我只覺得我幫你答應了這間住宿 但現在的情況 我自把自為幫你轉了 都不好 的確有充價 我退回他們 他們剛好去臨資線 就開了一個新的酒店 跟他原本訂開的那間 只差幾十元 我自己打算贖給他 給他住那間好一點 我自願的情況下 我寧願賺少一些給他住好一點 我覺得OK沒問題 因為他們本身的團友叫Alice 都跟我聊 電話裡面是適合聊的 我覺得不要緊 我個人最重要是高興的 很有趣的是他們到那一天 我很記得的 4月18日 因為我4月20日生日 不是4月19日 為什麼會這樣說 就是通常每一個團道 我講解完之後 都問他有沒有不舒服 他那團吃完食物之後 他說沒有不舒服 然後我要開會 開會到一半 有一個團友打電話 說不舒服 可不可以幫他買藥 我說我現在走不開 不過我叫導遊買藥給你 買藥給他吃 到第二天 導遊又打電話給我 阿忠啊 昨天說不舒服那個客人 他說他很不舒服 他是什麼人 他是台灣人 他想要先走 因為我也要訓練導遊 我問他 早上7時 我說你打算怎樣做 他說沒有 如果他堅持這樣的話 不如我先送他走 之後回來再帶其他客人 其實他這樣做 大家聽到都覺得OK OK reasonable 我覺得不OK 我就跟他說 因為我覺得 第一 對不起那班客人 一來 二來 其實你要適應高販 都需要一至兩天 時間 我覺得他這樣給了所有錢 給了四千多元 你睡一晚便離開 我覺得對病的人 都不 reasonable 我就跟導遊說 這樣吧 你等我一會 我十五分鐘之內 然後你帶其他七個客人 去 繼續行程 不舒服這個 你抽 去處理 問他 好笑 他叫我買藥 但他說大陸的東西 他信不過 我說帶他看醫生 他說大陸醫生信不過 久前一會 他說 是否有事 你還給我 他說這句 我就真的沒話說了 因為剛好 第二招就是4月20日 那一天 就是阿安地震 四川阿安大地震 成都機場封了 你可以檢查紀錄 我說他送的機場也沒用 成都沒有機場離開 後來我被迫著 幫他找了另一批 去昆明的機 去重慶的機 甚至乎我自己送到他去機場 他後來還投訴我 我這麼久了 他說自己坐的士 第一 他們是外賓 不可以用不合法的旅遊車離開 抓到我和他的人 都要倒閉 第二 很多人都會用這些 尺口離隊 我們都不可以讓他這樣做 我立即找一輛司機來 其他司機不是打開他的團 被我吵醒 拆開眼睛 洗臉半小時到 不過份 他鬧到拆開眼睛 我送到機場後 他知道我真的在幫他 他給我發訊息 多謝我 之後我就思考 因為我的團費都要倒閉 幸好我用這個方法 以後我都會用 但我當時覺得 其實他們這樣 那個客人來到 睡了一晚 給四千多元人民幣 但他沒有錯 他的命是他的 那時我已經在想 他給四千多元來睡一晚 我都很慘 我通常報價 我報價 通常會報七個人價錢多少 八個人八錢多少 我跟其他團友說 我看email 我有報七個人價 如果你們願意 肯給七個人價錢 他們每人多給幾百元 我把八個人價錢 即是第八個人價錢 當然他做入獎 正要錢的那些要扣 但起碼他有三千多元 可以叫他的朋友給他 他都沒有虧了那麼多 但我心想 這些事情都要你們願意才行 當然不願意 他們不願意 那沒事 你們不願意 你不能怨我 然後他們出去 通常一兩天 我都要打電話問 CK怎樣? 可以嗎? 他們說 林姿真是絕得完美 因為我幫你升級了 是 你可不可以幫我升級了 拉薩 我說 拉薩的四星 要不就很遠 要不就比較貴 預算做不到 除非你們願意付錢 他們說 你肯幫我升級 我幫你寫好評 我們八個人都幫你寫 你不肯的話 我會寫劣評 他不關後面的那些人 一說我就著 我跟他說 這樣 你喜歡你給劣評 我照幫你找 找到有差價的 你肯就給 不肯就算數 結果 剛好 中間發生了插曲 就是4月20日 他們離開之後 因為他們七個人 因為兩個人 是我之前的團友介紹 他們說 一起吃飯 我請你吃飯 剛好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就說 好,你請我吃飯 一起吃飯 之後他回到去 拉薩就說 你都不肯幫我去改 你那個主叔 我說我是不改的 你這種態度 我寫劣評 我說 隨便 你說了 你就去做 我會告訴你 十五個人 我一直說 我是不喜歡被人威脅 而且我覺得我沒有欠責你們 就算你今天這麼不禮貌 跟我說的話 我都會跟你說 我答應你的事 住宿 導遊 我都會做給你 但Fleder的服務 我不會再給你們 因為我覺得你不尊重導遊 他們試過什麼呢 導遊帶他們去大超市 隔壁有些餐廳在樓上 可以看看誰吃飯 那間貴得媽媽都不認得 又不是很貴 他們七個人吃了二百三十多元 他們很節省 他們吃六百多元 為什麼 你們吃得貴 但知不知道他們吃完之後 回去問導遊 問導遊 問導遊 你跟老闆是不是很熟 導遊問他 我經常帶客人來吃 他跟我導遊說 麻煩你以後帶我去一些你不認識的餐廳 暗示導遊吃 然後我覺得 既然你都不會尊重人 但我都跟導遊說 不尊重我們一回事 但我們做的應該要做的事 結果回去寫 他那個劣平很搞笑的 第一就是 告訴別人 我們私底下換了他的住宿 不然他們問都不對付差價 結果我就把那條挖了的路 的照片放上去給別人看 第二就是我對他的態度不好 然後我就會說 你什麼態度我什麼態度 第三就是我們原本答應的團友 走了退錢給他 不肯退 然後我把電郵給他 我說你們願意給7個人的價錢 我是說過我會退回來 是你們不肯 第四就是 講到沒話說 我們那團7個人 禮貌上說請他吃飯 實際上只有兩個人認識他 很意思是請 講到沒話說 請我吃飯都要投訴 我想一想 這個就是我的問題 我說這樣 我真的不應該被人請我吃飯 你們不認識我 那頓我記得是8個人 我夾回來 你們7個人 每人給我一個帳號 我把錢給你們 我付錢給你們 你付錢 然後很多客人都說 你回覆別人的email 他們是很無理的 但你為了顧及其他人的想法 都不應該用這種態度去回覆 但那一刻我就會有一個想法 可能我真的很笨 我覺得有時候做人 你不只是計畫面 如果是這樣 我當年不用來香港 我香港做了一份工作 我以前在香港做的工作 是記得利益者 我賺很多錢的 林鄭也是我的同事 是嗎 是啊 那我 要借我 我只是想做我自己 所以去一些比較 所謂的地方 例如西藏 或者尼博爾之類 我覺得你如果找得到小智 你找得到他 我覺得你聽他說 人家在那裏長時間 一定有某些東西 或者某些規矩 或者有些天氣 淋淋滋滋滋滋 就不要懶力 懶力就你自己去 你就不要問人 我想一項想法 其實我又不會覺得 我是可以serve 到不同的人 有些人是覺得 我是很想很舒服去一個旅遊 我要住不適合酒店 我會跟他說 我很禮貌 我可以安排到 但不如你索色找永安 那些 會更加貼乎你的要求 我會經常說一句話 我未必會serve 到全世界的人 都會令你滿意 真心的 但我只是想跟大家說 如果你接觸過我 給我一個機會 可能我報告 或者跟你談的所有事情 你會覺得我是一個可以相信的人 你才找我 因為我最怕的是 既然你都不相信我 你找我幹什麼呢 你又不開心時 我又不開心 但我自問就是 如果你找得到我 我會在合理情況下 跟你解釋所有我知道的事情 然後你再去估算你的情況 你剛才聽到我說 有些人來到 我會建議他不要找我 不要找團 有些人來到 我會建議他跟兩行社 正如有些人來到 會建議找我 一樣道理 好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差不多 大家 不用擔心 你如果覺得西藏很麻煩 不要緊 香港有高鐵 就來 然後香港的高鐵 一路搭 很快去到西藏 西藏旅遊不是夢 還有怎樣可以找到你 在我想的西藏 其實我Facebook裏面有個專頁 是 叫做Lovetibet Love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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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裏面都有我的資訊 通常因為在西藏 你要上Facebook 是一件難事 然後專業 你用那些apps 你知道專業會很麻煩 所以一般來說 你在apps問我 我都會把自己個人的account 到時就有緣西藏再見 或者你不一定要找我的 當作給我一個機會 去問一下我 之後才決定 就是這樣 如果你是兒子的想聘團 你去找Steven 他有很多女兒在手 今年而已 過了今年也不知道 好 下星期差不多 下星期再見 拜拜